那个大家下午好 我是纽约市共产导游王尹 今天呢是继续给大家呢 带来呢就是纽约景点他们的节目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呢 它距离法拉盛呢 你走路呢就15分钟 如果开车呢5分钟左右吧 从那个大学这附近 在很多年之前呢 就是说我刚来到纽约的时候呢 因为要上学 所以说呢也需要一个代步 于是的我一个非常好的哥们呢 就把我带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不仅有廉价的这个车出售 而在里面呢换各种配件啊 轮胎啊什么的 也都挺划算的 不光呢有这个咱们华人的商家 也有很多呢就是非洲裔的这种 还有南美裔的商家 总之这些人都是虽然是穷人 但是都是非常的和善 我跟这边的好几个呢 就是非洲裔呢呢 也是呢在这边呢 就是呢交上的朋友 并且呢听他们呢 讲了他们和他们的父辈 以及他们父辈的父辈 在这边的这种传奇故事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 法拉圣非洲社区的历史故事第二集 我们呢就按照用非洲的同胞们呢 他卖管这个字叫做灰烬谷 我呢就以这他们的说法叫做灰烬谷传奇的故事 这个地方呢 他真正的名字是叫做Vills Point 如果你今天呢在这个法拉圣的缅街呢 坐七号线地铁呢 下一站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咱们说呢 一直以来呢 他呢就是一个修车厂和气配零件厂 这儿呢你们能稍微看见一点名字 其实就是这个名字了 他从1930年到2017年呢 就是一个咱们说呢 这个器械配件厂和修理厂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环境是糟糕的不能再糟糕 你们也看到了地上的这个屋的淤水 你等等等等 因为住在这个没有多少人住在这边 很多人是在这边工作的是非洲裔 由于呢这个纽约市的规划商呢 曾经呢出资好几次钱呢 想把这个地方呢从他们手里买走 但是这里我们都夜出园会呢 又是不同意 于是呢 这个这些富人呢 出于报复这里的就是说商家 于是呢不给这个地方呢 按下水管道 以至于到2017年 最后一家商家搬出之前 这里的工作环境和住宅环境 都是整个纽约市可以说最恶劣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 这些地方的人依然在这边辛勤的工作着 他们不为呢 这些富人也就是咱们说的绿皮猪的这种淫威 如果你看过呢 美国有一部小说叫做了不起的盖茨比 你可能就对这个情节呢 比较呢熟悉 他其中呢里面有一个镇子 就是叫做这个灰烬镇的 Villy of the Arts 就是这个小说了 在这个小说里面呢 盖茨比呢 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他毕业就读于呢 普林斯顿大学 是美国非常好的一个学校 他呢 穿梭于呢 长岛富人区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是电影的一个场面 你看他们虽然穿的衣冠楚楚 但是做的都是禽兽不如的事情 包括呢 他和这个 咱们说呢 这个小加州站老板的太太呢 有那种色情的关系等等 最后也导致他的死亡等等 所以说呢 其实这些为富不仁的人呢 被这位呢 普林斯顿大学曾经学习过 也算是我的前辈的 这个F斯考特 斐兹拉德 斐兹拉德呢 就是把他们刻画的呢 入目三分 所以呢 我认为呢 这个斐兹拉德 斯考特呢 也是整个纽约 或者说美国文坛上 最著名的巨星 自1930年呢 咱们说这个地方 就有建这个修理厂 这个呢 是1978年的 你可以看到 在他边上呢 是大多会棒球场 那边很热闹 但是这边你看到呢 就是非常萧条 非常破败的情景 但是数代的这个 非洲裔呢 都在这边呢 艰辛的生活 因为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呢 就是北方大道 加这个大学点 叫College Point 他们呢 住在那个 那边的几个呢 政府楼里 从那边走到这边上班呢 是非常的 还是容易的 大概10到15分钟走过来 后来再有了7号线之后呢 就更方便了 坐车呢 大概5分钟左右就到 这个地方呢 是很多的移民 第一代移民的 他们的心中的梦 梦魇 但是呢 又不得不成为他们呢 每天呢 艰苦生活 并且呢 想完成他们的 美国梦的这么一个地方 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呢 可能一辈子呢 也没有发过什么财 一辈子呢 就是一个打工的人 每天呢 穿着肮脏的衣服呢 去打工 回来之后呢 浑身呢 也是一身污渍 唯一可求的呢 就是能有一顿热饭 能洗一个热水澡 在过节的时候呢 能给呢 孩子们呢 买些礼物 为自己心爱的人呢 带来一些快乐 并且呢 体会到呢 这个家 给自己带来的 这种温暖 他们中间的很多人 都住在呢 法拉圣的这个 北方大道这一侧 以及呢 就是在这个 大雪点附近的 咱们说呢 那几座呢 就是非洲裔 聚集的大楼里面 然而呢 由于现在日新月异呢 很多呢 咱们说呢 这些社区呢 包括你看那站边的 就是天井中心 这边呢 是罗斯福路 这边呢 就是这个武状的 这个咱们说 非人社区的居住地 另外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在这边呢 现在呢 新修的这个 包括天井中心的 这都是富人的豪宅 并且在这两边呢 也形成了两个呢 专供富人区消费的 酒吧一条街 然而呢 就是在这么小的 一块地方上呢 咱们说呢 呃 这个 纽约的一个 非营利组织呢 想在这建一个什么呢 就是为这些人啊 咱们说呢 建一个有温饱的家 一个呢 平租房 然后大家也看得很清楚 因为现在这个地方呢 也已经被完全的呢 清理干净了 大概有355个商户 15万4000人 被迫呢 从这个地方呢 迁走 而搬到别的地方去 这个地方在不远的将来呢 会形成呢 第三个富人区 并且在北大道的另一端呢 会有另外一个 就是说 亿望豪宅的高档楼呢 会在这边建成 这边呢 不远的以后呢 会成为了一个 富二代 富三代 在这边花天酒地 灯红酒绿 九十肉林 的这么一个场所 所以你想 他会在这边 让你去建一个平租房吗 于是呢 这边的大富豪 也就已经在这两天 表到他们的态了 他们要搞抗议啊 他们表示呢 想建这个平租房 连租房是休想 原因也很简单 他们说的也很直白 就是老子的地皮和房价 不能受你的影响 很多的华人呢 其实呢 也在这个 咱们说这个铁三角呢 曾经呢 做了很长时间的工 所以呢 我也想跟你们说呢 不要听有些人来忽悠你们 说天上掉馅饼 华人要思考一下 这个天上掉的馅饼 掉到谁嘴里去了 掉到你的嘴里 那是好事 掉到人家的嘴里 是人家的好事 跟你半毛钱没有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节目 我是纽约市官方导游 网瘾 Hermit 感谢大家收看我的纽约 景点探秘活动 我们在YouTube 哔哩哔哩哩和西瓜视频上呢 都有我们的频道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的感兴趣 您可以呢 选择订阅 关注 点赞和分享 非常开心的和大家呢 又分享的一期呢 就是纽约市法拉圣地区的这种 就是说族裔的变迁 我们呢 下一期呢 将会大家带来呢 这个呢 咱们说 纽约市非洲族裔的变迁 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节目 我们呢 在下一期呢 再见